Hello,我叫Nicole 我是中文大學新聞系畢業的 選擇保隱行業主要是因為 我讀書的那四年之間 就發現自己喜歡這個學科 但其實就不太有興趣 將我的生活長時間都 導致到這個學科裡面 所以那時候 就在臨畢業的時候 其實也有繼續去 探索不同的行業 以及工作等等 那時候就在機緣巧合 認識到保障行業之後 就決定做保障了 我覺得主要是兩方面 一方面我覺得是工作意義 第二方面當然很重要就是入息 工作意義方面 我覺得特別是香港 其實很多工作都好像是 做完之後變成那間公司的一個小齒輪 就是有我也好的 但是沒有我也好像沒有什麼特別 那我又不是很想 就是之後的人生都是 沒有什麼意思 只是可能賣時間這樣導過 那我就覺得 其實保障也是一份 大到價值給客人的工作 那我自己本身都是很相信 保障價值的人 所以就選擇了這個行業 好現實啦 那選擇工作都 入息都是一個很重要的考慮因素 那如果出去打一份工 那就算我給多點力也好 給少點力也好 也好也好 其實都是找一個 fixed salary 但是因為我知道保障業 就收入比較彈性 就是我多勞 就多得一點 那當時也有些因為這個考量 而介入保障的 對 都容易的 就不知道是不是那時候我考易 還是 因為我最近都聽同事說 最近難了還是怎樣 但是我覺得純粹件事就是 又沒有特別要去學些什麼 主要就是 因為其實公司都很好 resource center 其實都有了 Pass paper 其實就go through一次 大概得到一些內容 其實都會Pass到 但是最重要就是要看完所有東西 對 所以也不是說太難了 謝謝